不像命运低头 成功靠自己的双手 这是我们生活中常听到的励志名言 但今年东京奥运赛场上 我们看到许多中华健儿身体力行 真正实践这句话的精神 其中拳击国手黄晓文就是其中一人 今天和卓尔奇对手进行女子51公斤量级的四场赛 虽然最后熬战三局败下阵来 但看在台湾的乡亲父老眼中 仍旧是满满的感动 因为在奥运会上要把对方击倒非常不简单 台湾的历史上也不容易了 已经拿到奥运前几的铜牌 黄晓文有这个实力 只要他再接再厉 因为他小时候的辛苦 所以他不怕苦 我相信他的未来一定可以拿到奥运金牌 没能争取金牌固然可惜 并列铜牌的成绩 还是让黄晓文创下台湾奥运拳击史上的新纪录 接下来会不会启发更多拳击幼苗 成长茁壮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我来请搜采访报道